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最近这个黄金和原油太猛了 那么为了不错过这波大行情呢 本月我们开班了一个黄金原油策略分享群 从基本面到技术结构 从大行情方向到具体点位的策略 全方位为大家这个解析K线行情 在这个群里我们只讲黄金原油策略 都是满满的价值 群内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那么怎么免费进群呢 大家可以用微信扫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给我留言三个字 黄金群进群 好了,下面回到我们早盘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23年的6月6号,周二 OK,那么昨天的话 作为周一的行情来讲 其实还是不错的 货币,商品也好 都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 而且基本上是在昨天晚间 还有这个数据 虽然说是这个小数据 但是影响很大 但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了 我们直接进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回顾 首先来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话呢 我们给出的这些预期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欧元 欧元的话呢 那我们给出的思路是在这个位置去揭夺 对吧 趋势线突破之后呢 这个压力转化为支撑 这个位置 大家看,是吧 在这儿 我昨天还特意跟大家去强调了 这根趋势线的话呢 是我们前期整个下跌段的 就是这个整个下跌段的趋势线破位了 对吧 那么这一段上涨 就是昨天是晚间10点钟 数据助攻了一波 对吧 在这儿 那么是兑现了我们的思路 好 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呢 我们昨天给出的思路是在这里 大家看 也是趋势线 趋势线 然后呢 跟这个水平支撑位的共振 后来的话呢 这个行情呢 是往下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然后后来晚间抽上来了 他抽上来了 这个思路的话呢 应该说 也能赚 也能赚 那就估计呢 可能不多 可能不多 损 肯定是损不了 这个位置 好 那么这是英镑 好 黄金 这个 不知道昨天各位 获利如何 黄金的话呢 我们昨天是有这个多 跟空的思路 一多一空 都有 当然 重点呢 我是跟大家去解析的 这个做多的这个思路 因为做多的思路呢 有一点难度 它是区间进场 区间进场 是吧 我们讲 你可以分批 你可以在中间的位置挂单 对吧 那这个 无论是分批也好 这个位置 还是中间位置挂单 那么应该说 这一波多头的行情 大家肯定 也必须应该吃到 好吧 我给大家做这样的解析 然后的话呢 这个空就没法做了 数据直接一杆子就打上去了 对吧 这个空就做不了了 但我们这个多 应该是要完完整整的吃下的 这波利润 好 然后原油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话呢 原油我们给出的是一个根据右侧信号去接多的一个思路 是这根距离线 是吧 右侧信号去接多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这个右侧信号有没有 有 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30分钟K吧 30分钟K还是比较清楚 在这 这个位置 就出现了右侧的一个信号 我帮大家看一下 昨天我还特意跟大家强调了 我们所说的右侧信号的话 无非就三种 对吧 拼吧 然后吞没 然后这个启明跟黄昏之星 那么这里 那么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对吧 也能算 也能算启明之星了 没问题 虽然不是特别标准 也能算 这个位置 是吧 OK 那么总体上来讲呢 我们昨天的这个预期的话呢 首先是这个欧元 没问题 然后 黄金跟原油也没问题 可能英镑稍稍是差了一点点 但也能赚 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盘面应该怎么做 时间周二 其实作为周一来讲 昨天有这样的行情 已经非常不错了 可能今天不一定有这么大 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欧元 昨天欧元在这个位置 一波 上涨 对吧 好 来 我们先拉平波看一下 我相信可能这个 反应足够快的朋友 应该可能 这个一眼的看出来了 对吧 这个 这个位置拐头 可能不用画 都能大概猜到 这是76.4了 对吧 熟悉的可能不用画都知道 对吧 那现在呢 好 第一个76.4拐头 有了 是吧 那所以呢 干嘛 那我们就再拉飞波呗 是吧 这个位置 好 我们拉一下 在这里 好 对吧 上来的空 那么什么 内回档 对不对 没问题吧 OK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欧元的一个思路 欧元的一个思路 做内回档 第二个76.4的空 好吧 这是我们常规思路了 不用去解释 OK 上来这个位置的空 好 然后英镑看一下 今天的话呢 其实英镑跟这个欧元 思路呢 基本上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来 首先哈 我们还是去拉这个飞波 来 大家看 飞波 是吧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这个取点 英镑 是在这个地方取这个起场点 然后这是终点 这是起点 这是终点 是这样取 OK 然后拉出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 76.4 是吧 并毛病 在这 所以呢 这个拐头 又有了 那然后呢 对吧 你看 是不是一样的 飞波 什么 76.4 是不是一样 在这 对不对 跟欧元的思路 是不是一样的 好吧 都是做飞波 这个拉飞波以后 确证76.4 拐头 然后上来做第二个76.4的空 好吧 一样的思路 只不过说呢 英镑的这个飞波的这个起点 在这里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它不在这 在这里 这个位置 好吧 OK 那么欧元跟英镑 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看一下黄金 基本上 每天黄金 都是我们得去反复去拆的 好 今天的黄金的话 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猜一下 可以猜一下 这个什么思路 我觉得 前面讲完这个黄金跟这个欧元跟英镑之后 估计大家应该猜出来了 猜出来了 是吧 来 看一下吧 对不对 看什么 大的结构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呢 黄金 昨天是这个区间进场 基本上是已经打到了76.4下方还多一点 但总体来讲 这里是个影线 对不对 这里呢 是一个影线 是吧 所以说呢 在76.4呢 也OK 是吧 那一样的 就大的这个逻辑 其实是一样的 上周五的飞农那一天 我们当时讲的欧元英镑黄金这哥仨 也是一样的思路 趋势线 对吧 今天其实基本也一样 第一个拐点确定了 那干嘛 坐上来坐第二个拐点 是吧 但是 但是 逻辑一样 但具体这个操作 请各位注意 昨天呢 我们讲的这个黄金是在下方分批进场 就是一个区间 可以分批 你可以 也可以在区间中部去进 是吧 那今天的这个黄金呢 一样 上方再去找空点 但是呢 这个空 它也是一个区间 它不是一个线 OK OK 我们看一下 首先 飞波我们是拉了 对吧 飞波我们是拉起来了 这个 好 这是高点 这是低点 没问题吧 这些6.4 在这 好 那为啥时候的区间呢 来我们看 我们切小路去看一下 15分钟 来 来看一下 相信大家还记得 这是上周五晚间 飞龙的行情 对不对 这一块 是吧 这是当时数据出来以后 下杀 下杀完之后反弹 反弹完以后继续快速下杀 对不对 再看了没有 是不是这个位置 是吧 OK 好 然后呢 这是76.4 在这 对吧 然后这是反弹的压力位 在这里 那所以呢 搜 那你说 这个位置 跟这个高点的压力之间 它是不是一个区间啊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某一个点 或者说线啊 它是一个什么 区间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讲 是吧 所以啊 这个区间都是进场的区间 看到没有 那是不是跟昨天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个 一个意思 一个套路 对吧 甚至说呢 这个区间啊 你再往上拉 再往上拉高一点 都无所谓啊 都可以啊 总之 区间进场啊 是今天我们黄金操作的这个重点 在这里 那么相比较而言 它好在哪呢 它跟昨天的下方的区间比的话呢 稍微窄一点 没那么大 昨天的话呢 其实下方的区间大概 应该是有50个点 我记得跟他 我跟他说过 应该是50个点 今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区间是 我看一下啊 也差不多50 也差不多50 稍微小一丢丢 小一丢丢 小一丢丢 好 那既然是区间的话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思路是干嘛 要么分批咯 对不对 要么采取分批的思路 是吧 那如果不想分批的话 那就在这个区间的中间的位置 是吧 中间的位置 大概呢 就是1975左右 大概呢 是在1975左右 中间 OK 大概 大概是1975 好吧 还是这句话 分批呢 肯定能进去 如果你不分批 只做中间的话 不一定能进 好吧 OK 那么请大家 这个 请君 自己选择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黄金 的这个 空的一个思路 在这里呢 我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空 也只是去做一个短线 做一个短线的这么一个操作 好 OK 跟我们的那个多头 大多头的那个思路呢 是不冲突的 好吧 我们之前下方挂的单 我再说一遍 该挂 继续挂着 好吧 我还挂着呢 OK 好 那么这个是黄金 今天的这个 空的这个思路 那大家可能会问 老师 有没有做多的思路 不好意思 目前来看 我的 没有 没有 我今天 黄金的盘面 我自己看了一下 这个 根据现有的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做空 是我认为目前最有可能的 那随着行情的波动 如果到了下午 到了晚上 那有没有做多的机会呢 他下来了 估计也许可能应该有 但目前不知道 所以 这个后续的实时的行情的话呢 咱们早盘就 讲不了了 那就只能 等到这个 在我们的班级里 在我们的直播里 在我们的这个 课程里 去跟大家讲了 好吧 那这个反正 大家记得给我留言吧 直播 学习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黄金的思路 好 然后 原油 原油说一下 今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原油的机会 今天可能 比某种程度上 可能比黄金更好 因为呢 原油的这个进场的相对 就比较简单 不像黄金 需要区间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油 这个帅不过三秒 昨天高开以后 这个 首先 早上高开 然后低走 是吧 高开 低走 然后呢 下午到晚间的反弹 没有新高 然后 然后继续下跌 下跌完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 昨天早上的跳空的缺口 已经完全回补 对吧 已经完全回补 看到没有 是吧 昨天我还 昨天早上我还特意跟大家做一个对比 对吧 跟之前 这个 跟之前的这个减产 我要跟大家做一次对比 哪去了 等一下 我们切一小时了 对 OK 是吧 昨天我们还做一次对比 同样是这个欧佩克放化药减产 这是这周的 这是之前的 是吧 简直没法比 简直没法比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好 而且呢 之前的这个跳空 是高位震荡 还走了延续 好了 那 昨天的跳空 当天就全部回补完 OK 所以说 帅不过三秒 来 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路 是怎么一回事呢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首先 我们看到 在昨天的这个走势当中的话 是这样子 高开 然后低走 好 第一个低点 好 反弹 是吧 好 没有新高 打下来 好 又回到这个低点的位置 又反弹 是吧 那么 很明显 我们看到什么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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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嘛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低 对不对 那 非常清楚 一个比一个低 然后 回补完之后的 这个水平的支撑 也在破位了 昨天破位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思路 非常清楚 空 空 好 那么这个空 应该怎么空呢 在哪个位置空呢 来 我们看一下 在整个的三十分钟图里面 大家能够看到的空点 首先 我们这个飞波还是要拉起来 好 OK 对吧 也就是说 在这一段 高点 这一段高点 低点 拉飞波 就这一段下跌里面找反弹 是吧 好了 那么在这一段下跌里面找反弹的话呢 是38.2 还是50 还是61.8呢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哪里 哎呀 这个位置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大家看一下是哪里 你们猜一下 我提示一下 长鹰跳水的位置 长鹰跳水的位置 哪里 那是不是50对应的这里啊 还有61.8对应的这里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两个长鹰啊 跳水的位置啊 就在这里 对不对 50跟61.8 刚好又是飞波的关键的位置 对不对 好 现在有两个被选的位置 有了啊 那怎么取呢 对不对 啊 总不能抛硬币吧 是吧 5060.8 好 OK 别急 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昨天哈 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什么 小的一个双头结构的破位 给各位看一下啊 来来看一下啊 昨天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一个小的双头结构的破位啊 ending 对吧 双头都可以 好 那么破位以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反压制啊 上来 然后 这是什么 给大家画出一张图吧 好 破位 反抽 下 那你看这个地方 那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双头结构破位 反抽 下 是吧 所以说什么 所以说昨天哈 61.8 对应的这个位置的长阴的跳水的位置是干嘛的啊 在昨天已经干嘛 被市场用过一次了啊 这会用过一次了 对吧 所以说呢 相对来讲啊 50.0 对应的这个位置的一个长阴跳水的位置干嘛啊 他还是什么没有被市场测试过的 对不对 OK 那么这样最终我们都得到一个结论了啊 今天我们原由看什么 看飞波50.0这个位置的空啊 跟这个位置长阴跳水的起跌点共振 OK 好 这就来了 是吧 所以啊 今天这个位置原由反弹上来啊 的一个空啊 至少一个短线的机会啊 我觉得没问题啊 呃 应该这么讲啊 其实今天一定让我去选的话呢 哈 大家注意哈 呃 今天这四个品种哈 呃 可能过过往的时候哈 大多数时候哈 可能大家会听我讲黄金讲的比较多 对吧 啊 解析的比较多 会觉得说 哎 黄金可能是最好的这个机会啊 今天其实如果一定要我挑一个的话呢 我可能会选择原由啊 就是欧元英镑黄金原由这几个来挑挑一个的话 可能我今天最看好的是这个原由的这个位置的空啊 好吧 啊 OK啊 呃 那么 黄金的话呢 哈 这个 就看大家的这个啊 能力跟这个水平了 好吧 啊 如果昨天这个位置能做好啊 今天这个位置呢 应该也没问题 好吧 如果说昨天没做好 不会做啊 啊 那这个位置今天你还是不会 还是不会啊 啊 好吧 啊 那相对来讲呢 原由的位置呢 确定啊 欧元跟英镑的位置呢 也确定啊 好吧 啊 那就 看大家哈 今天在黄金上啊 各解成通了 好吧 啊 啊 呃 今天是6月6号啊 那么祝各位今天哈 在交易上啊 六六大顺 好吧 明天同时我们再会 拜拜